同学们好,继续来看第二个存货,叫周转材料 那么周转材料呢,它是指企业能够多次使用 不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逐渐转移息价值 但仍保持原有形态的材料物品 也就是说这些周转材料呢,它不能进入到固定资产 因为它们的价值比较低,使用时间呢又比较短 可能半年一年就用完了 另外呢,使用过程中逐渐转移息价值,就转到费用里面去了 但是呢,可能仍保持原有形态,比如说这些锤子 你可能用一年半年或两年,锤子是不是还是坏不了啊 所以呢,使用过程中可能仍会保持原有的形态 这些材料物品呢,我们就叫周转材料 那主要包括什么呢,两大类,一类是包装物,一类是低值一号品 包装物呢,主要就是我们生产产品所使用的那些无外包装 低值一号品呢,就是价值比较低 使用过程非常容易损耗的 比如说我们那些打印纸啊,就是典型的低值一号品 那么还有小企业里面,比如说建筑行业里面的这些 钢模板,木模板,脚手架等等 这些都属于周转材料 那第一个问题是包装物 那什么叫包装物呢,是为了包装商品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 例如铜、箱、瓶、铛、袋等等 就是为了包装商品储备的这些容器 我们就叫包装物,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那么具体包括呢,也就是说这些包装物呢 它可能使用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生产过程中用于包装产品 并且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我们知道我们买一个东西,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外包装啊 那么这些包装物其实就是为了包装产品 并且作为一种产品的组成部分了 这些就属于第一类 那么第二就是随同商品出售 但是呢,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么例如,我们去买一件商品 外面有个包装 这个包装呢,是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 然后它发快递给你的时候 能不能就把这个包装直接寄给你啊 不能,一般情况下会在外面再套一个箱子 是不是 那么这个箱子有没有向你额外收费啊 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箱子是随同商品出售了 但是并没有单独计价 也就是说并没有针对这个箱子 再去确认收入 那么第三就是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这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买个大型的设备 那么设备首先很贵 另外呢,这个包装费也很贵啊 比如说你要打一个木架啊 打托盘啊 那这样的话 一个木架一个托盘 就可能几十块钱 甚至几百块钱 所以啊,它跟你说清楚了 这个设备两万块钱 然后包装费 就是我给你的外包装 我要收你两千块钱 那这样的话 一方面销售商品向你收钱了 然后呢 包装物呢还卖给你了 所以卖商品卖给你了 我们叫主营业务收入 那么把商品 把那个包装物也卖给你了 这叫什么 卖包装物那个和原材料一样 相当于是一个其他业务收入 第三,第四 出租给购买单位使用的包装物 这就好理解了 我这个木架呢 我是循环使用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个商品包好了之后 给你 这个包装物呢 相当于我租给你了 这时候呢 我租给你了 你得给我租金啊 那这样的话 我要确认租金收入 这是出租包装物的租金收入 那请问 我记录到哪个收入啊 叫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 讲收入要素史都说过了 收入呢 主要包括了 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主营业务收入呢 主要是那个 销售商品收入 而其他业务收入呢 比如说 我们销售原材料啊 销售这个包装物啊 还有就是出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还有包装物等等 这些租金收入 我们叫其他业务收入 当然呢 这些出租啊 我们一般指的是经营出租啊 第五个 出借给购买单位 使用的包装物 出借就是 我没收钱 我借给你用 用完了之后 你还给我就可以了 所以啊 出租和出借什么区别 出租是 有偿使用 你要给我租金 给我的租金 我要确认 其他一业务收入 而借给你用的 是无偿使用的 你只要用完了 还给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第五个 出借给你的 是没收钱的 没确认收入的 那么根据啊 我们不同的包装物的 不同用途 我们进入到的科目 是不一样的 那么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小企业快准则 对于包装物 我们怎么去核算的呢 对于小企业来说 它不分包装物 它没有这样一个科目 也没有中转材料 它是把它作为原材料 或者固定资产来核算的 那么第一个 如果是各种包装材料 例如构成产品尸体的 这些包装物 它直接放在原材料里面 核算 就不叫中转材料 包装物了 例如纸 绳 铁丝 铁皮等等 还有 用于储存和保管产品 材料 而不对外出售的包装物 那我们企业里面的 可能保管商品啊 这些商品可能要求比较严格 要放在专门的容器里面 这些是我们为了保管 我们的材料 或者商品 而发生的一些包装物 对吧 这些包装物 它不是对外出售的 你像这个 主要是对外出售的 这个不是对外出售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按照它的价值大小 和年限长短 分别在固定资产 和原材料 合算 如果使用期限比较长 价值比较大的 我们把它放在固定资产里面 如果使用期限比较短 价值比较小 我们就把它作为 原材料 合算就可以了 所以小企业呢 它是没有这个包装物的啊 那第二问题 包装物的账户处理 这个地方的包装物 它也属于一种存货 那么前面呢 我们讲原材料时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实际成本法 一个是计划成本法 那么同样道理 对于周转材料 它也是存货啊 所以它也有实际成本法 和计划成本法两种 那么计划成本法的原则 和我们上一讲讲的 原材料的计划成本法 处理原则是一样的 也包括了入库啊 还有发出啊 入库时产生了差异 然后发出时 就是要截软差异 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科目不一样 前面原材料 我们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入库时 我是借原材料 代才来采购 那么现在呢 对于包装物 如果我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入库时 我是借周转材料包装物 代银行存款等 那这种 这个周转材料包装物 我就用计划成本 那别的 还是实际成本 所以啊 所谓的计划成本就是 对什么存货 用计划成本 那么这个科目 它和我们的金额 不管借方也好 代方也好 我们就是一个计划成本 别的都是实际成本 先看实际成本 第一个 勾入时 借周转材料 进行税额 代银行存款等 这个你看和购买原材料 一不一样 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把原材料 换成了周转材料而已 是不是 那发出时也是一样的 借生产成本等 代周转材料包装物 那这边呢 也是把原材料 换成了周转材料了 对吧 所以这个原理和我们前面啊 原材料的购入和发出 是一样的 那么再看计划成本法 购入包装物时 借周转材料包装物 应交税费增税 将税额 代的是一样封款 我们这对于原材料 我们有一个中介性的科目 叫材料采购 核算 不管入库也好 没入库也好 我们核算是它的计划成本 然后入库时 我们是把材料采购 转成原材料了 是不是 但是包装物呢 它没有一个专门的科目 去核算我们购买的 包装物的 这个计划成本 所以干脆呢 就不用了 直接在购买时 我们这个周转材料 就不要用 实际成本核算了 直接这个 就是计划成本 然后这两个呢 依然是实际成本 这时候呢 又会有个差额 对吧 这个差额 一样的 还是倒挤入 材料成本差异 就行了 所以这个呢 没有经过入库过程 我觉得会更简单 虽然分路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原则还是一样的 就对于周转材料包装物 我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么这个科目 它的借方 代方 就是计划成本 别的都是一成本 那么这边注意啊 假设 包装物的 计划成本一百万 实际花了一百二十万 那这样的话 这个周转材料包装物 应该是一百万 而这个经线税额 请问 我应该是按照一百万算 还是一百二十万算 你想想 你买的时候 实际花多少钱 花了一百二十万呀 那么人家给你开发票 你肯定按照一百二十万的卖价来开 所以这边注意啊 这个进行税格是实际的 要按照实际的买价 来算论税 应该是一百二十 乘以百分之十三 这样来算的 然后代银行通款 那就是实际花多少钱 实际上我不是说花了一百 加上一百二成百分之三 而是花了一百二加一百二乘百分之十三 是不是 一百二乘以一加百分之十三 没有问题吧 然后现在你看一下 借贷方有没有差额 有差额 有差额就到挤入 材料成本差额就可以了 那同样道理 它的借方差额还是超值 代方差额还是节约 一样的 就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代方是一百二乘以一加百分之十三 借方一个是一百 一个是一百二成百分之三 那很明显 这个差额应该是在借方有一个二十 看懂了吧 那反过来 如果是计划成本一百二 实际一百 这手周转材料包装物 用计划是实际啊 用计划的 注意啊 是用计划的 那就是一百二 注意这个是计划 这个是实际 而这手机上税额 肯定要按照实际来算呀 所以应该是一百乘以百分之十三 一百万 而银行通况 我们应该花多少钱 不是一百二加十三 而应该是一百加十三 一百一十三 这时候又出现差额了吧 借方这个一百二加十三 一百三十三 代方一百一十三 所以差额就是这个二十 那你会发现 这个二十不就是一百二减区一 一百嘛 因为这里面 借方有个计划税额十三 代方银行通况里面 也有个计划税额十三 所以最终差额和登仑税 没有关系 这是沟入时 要注意分路啊 因为这地方 其实是把沟入和入库 两个分路 给我们合一块去了 那么你得知道 这些分路到底哪一个 用计划成本 哪一个用实际成本 这个别搞错了 原则就是 这个用计划成本 别的都是实际的 就行了 好 发出时 发出时就原材料一样了 借实际成本等等 然后再的是 周转材料 包装物 这个还是计划成本 这个各种费用 还是实际成本 有差额 还是进入到 材料成本差异就可以了 当然 这还是把两个分路 和一块去了 我们要求 还是在发出时 按照计划成本去发出 等到约末了 再把总的材料成本差异 再分配到 各个发出的 包装物里面去 那为了好的理解 我还是把两个分路 和面在一块了 发出的是实际 代房 周转材料 是计划 差额就进入到 材料成本差异 就可以了 那包括它的计算 什么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 以及发出材料 实际成本计算 就会上讲我们讲的 原材料 按照计划成本 核算 它那个材料成本差异率 以及发出的实际成本计算 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 包装物发出时 应计的科目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这个包装物呢 按照不同用途 分了好几类 那分这些类别呢 它最终进入到的科目 是不一样的 例如 包装商品 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那么其实就是 变成了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了 是不是 既然变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了 那么它应该记录到的是 生产成本 因为生产这个产品 发生的成本 我们都要记录到 生产成本啊 既然包装物 作为产品的组成部分了 那么它的成本 也应该记录到 这个产品的生产成本 对吧 好第二 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没有单独计价 白给你的 还有第二 出借给购买单位 使用的包装物 这个借给你是无偿的 对吧 不单独计价 说明也没让你收钱 那么就说 这两种情况 其实就属于 我们对于这些包装物啊 没有确认销售收入 我不管是 不单独计价也好 还是出借也好 我有没有确认收入啊 没有 对吧 那么既然没有确认收入 那么你包装物的成本 就不能去确认 相关的主要业务成本 或者其他业务成本 你得直接把它 记录到销售费用 相当于销售过程当中 我们发生的费用 那么第三类就是 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比如说 我买给你一批商品 但是呢 我说了 因为包装比较麻烦 我要打木架 打托盘很麻烦 所以我要另外向你收 两千块钱的包装费 那你看 对于这个包装 我是不是另外收费了 这就是叫单独计价的 那或者说 虽然说我没有单独计价收费 但其实我把这个价格 已经加到了商品的买家里面去了 这也叫单独计价 那就是销商品 我确认收入 销售包装物 我也确认收入 这就叫单独计价 还有出租给购买单位 使用的包装物 我出租给你使用的 这时候是不是取得了 租金收入了 是 那么这样的话 不管是这两种的 哪一种 都是确认收入了 这个收入 我们一般就是要 其他一有收入 而对应的成本 其实就是包装物的成本 所以对于这两类 确认收入的 那包装物的成本 我们就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而代方科目就是 包装材料包装物 所以发出时注意 这个是考试常见的考点 经常会考 就是发出时 我到底包装物的成本 记录到什么地方去 那么第一个其实很简单 作为产品组成部分了 那肯定是记录到生产成本 就是第二类和第三类 不太有区分 那么怎么去区分 很简单 就是看你有没有确认收入 第一个是 没有单独计价 相当于包装物一块送给你了 没确认收入吧 还有出借给你使用的 我都没收钱 无偿的 那肯定也不确认收入啊 既然没有确认收入 那么我所发入的费用 就应该记录到销售费用 而如果是出售时 对包装物单独计价了 那我就得确认收入了 还有如果是我出租给你使用的 有租金收入 那么既然是有收入了 我就确认收入 既然确认其他业务收入了 那么对应包装物的成本 或者摊销额 我就要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因为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是一对 你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了 那一定会有相应的主营业务成本 那同样道理 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 也是一对啊 你确认其他业务收入了 那就得确认其他业务成本 这个没问题了吧 极清楚了啊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就是有没有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了 那就是啊 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 没确认收入 那你就不能单独寄其他业务成本 就直接寄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这是借方科目 我们到底寄什么地方啊 主要就是这三种 那分路就是借这几个费用 带的是包装物就可以了 周转材料包装物 这是发出实验寄付科目 这个呢 考虑当周团经常会见 要注意一下啊 计算题 假公司是一般大学人 对包装物采用实际成本合算 某月生产产品领用包装物 是十万元 这是生产产品领用的 所以这个十万 我们应该寄不到哪 应该是作为产品的组成部分了 所以应该寄不到生产成本 所以借生产成本 十万 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十万 这是实际成本 那如果听我们说是计划成本了 并且告诉我们了 材料成本差异率的是 百分之二 材料成本差异率是百分之二 那请问 这是一种超支 还是节约啊 超支 前面我们说过了 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的时候 我们这个差异 是要用正负表示的 超支用正的表示 节约了 用负表示 所以最终 我们这个差异率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如果是正的 说明它整体是超支的 如果是负的 说明整体是节约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告诉我们差异率百分之二 那请问这个分数该怎么写啊 先确定 如果对包装物 用计划成本合算 那么这个科目 肯定就是计划成本 十万没有动 而这些成本费用 那肯定就要用实际成本咯 所以第一步 先算一下实际成本多少 知道了 差异率了 直接是十万 乘以一加百分之二 就可以了吧 一加百分之二多少 应该是十万零两千 所以 它的实际成本 记录到实际成本 十万两千 没问题吧 十万乘以百分之二 那就是一千乘以二两千 然后就差异了吧 差异去哪 材料 成本 差异两千 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计划成本下的账务处理啊 和原材料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把原材料换成这样一个周转材料而已 好了 下一题 用的是计划成本合算 那计划成本是十万 材料成本差异率呢 是负百分之三 刚才我说那百分之二 是正的 说明是超支了 这个是负的 说明是节约了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要先算一下 发出 就是领用这个包装物 它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那应该是十万 乘以一 减去负 一减百分之三 就是一加负百分之三 那就是一减百分之三 对不对 这数字应该是 九万七吧 因为十万乘以 百分之三 应该是三千 那说明节约三千 那十一成本应该是计划成本十万 减三千 九万七 好了 答案出来了 发出包装物的十一成本 就是十万乘以一减百分之三 等于九万七 借 实际成本 这个是实际成本 九万七 然后代周转材料包装物 这一定是一个计划成本 差额就记不到材料成本差异 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这是节约的 所以在发出材料时 我们要截转或者转出 材料成本差异 那转出时 它是在借房的 因为节约发生 在代房 转出 在借房 超支发生时 在借房 转出时 在代房 再来一个 甲公司是一般拿水 对包装物采用计划成本 核算 某月销售商品 领用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的计划成本 是八万元 销售收入十万元 增值税额一万三 该包装物材料成本差异率 是负百分之三 现在是销售商品 同时单独计价了 既然是单独计价了 那我肯定是确认收入了 那怎么确认收入呢 首先销售帮助物 我要记录到其他业务收入 同时我要截转成本 又因为 它用的是计划成本核算 所以截转成本时 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的这个金额 应该是实际成本 是不是 好了 这边就做两个分路 第一 确认收入 那么确认收入时 你说这个分路和材料成本差异率 有没有关系 这个可没有关系 我确认收入时 就是按照发片的卖价 来确认收入就行了 所以第一个分路 借银行通管 钱收到了 卖十万 增值税一万三 所以是一万三千 带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注意 不是主营业务收入 是其他 卖产品才叫主营 十万 消产税额一万三 这个是确认收入 那么下一步 我来基本成本了 基本成本的基本分路 就是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的是原周转材料 对吧 这是基本分路 然后周转材料 我们用计划成本核算 所以这个计划成本应该是 八万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就应该用 实际成本核算了 那么实际成本是多少 我们得算一算 发出的计划成本是八万 那就是八万 乘以一加差异率 就是一减百分之三 这个就是实际成本 对不对 加设为A 那么这样的话 计划成本就是A 两者差额 再进入到材料成本差异 就可以了 没问题了吧 有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不用这个十万 乘以一减百分之三 你别忘了十万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收入 这个金额是根据 发票来的 是不是 它跟我们的成本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得用 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 用成本不能用收入去成 那么第二就是 截转包装物的成本 实际成本是八万乘 一加五十单 等于77600 所以借现在用成本 77600 这是一个实际成本 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八万差额 进入到材料成本差异 就行了 这个呢 是超这节约 这是一个节约 负分分之三 所以啊 入库时产生节约的时候 我们是在代方的 而发出材料 转出节约的时候 那就在 戒方了 咱看下一题 假材料呢 是一般 假公司是一般大事人 对包装物呢 还是采用计划成本合算 本月呢 又领了一些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如果是不等于计价 那请问 我有没有确认收入啊 没有 既然没确认收入 那么我包装物的成本 我就不能进入到 其他业务成本 那进哪 进入到销售费用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又是计划成本合算 所以啊 借销售费用 带周转材料这个分路 周转材料 用计划成本 然后那个 借发 销售费用 用实际成本 就行了 那先算一下 实际成本 应该是5万 乘以1加3% 借销售费用 51500 实际成本 带的是周转材料 包装物 5万 这是计划成本 然后差额 再倒几入 材料成本 差异 就行了 这个呢 差异率是 3%是正的 说明整体是超支的 那么入库时 产生超支差异 我们是在借房的 所以发出材料时 转出超支差异 那就在 带房了 多啰嗦了几遍之后 我相信啊 你对材料成本 差异的账户结构 应该是掌握了吧 好了 第四个 出租包装物 还有出借 包装物账目处理 因为出租呢 我们会有押金的问题 还有租金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边呢 我们要详细的来说一说啊 那出租时 出租时 我要把包装物 从库存包装物 转成出租包装物 这是它的民企科目 那你说如果我不转的话 这两个都在 这两个材料里面 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都在库存包装物里面 我就不知道 哪些包装物出租了 哪些包装物 还在仓库里面 是不是 所以我必须要明确的表出 哪些包装物已经出租了 哪些还没有出租 那么怎么去反映 那就是 把库存包装物 转成出租包装物 就行了 因为这种材料 是属于资产类的 增加在借房 减少在贷房 所以把库存包装物 转成出租包装物 说明出租包装物增加了 库存包装物减少了 对吧 所以这个库存包装物减少了 在贷房 出租包装物增加了 在借房 这是第一步 先把库存转成出租 来详细反映 我们这些包装物 哪些在仓库里面 哪些已出租了 那么第二 我还可能去收取押金 这边注意啊 我收的押金 以后是不是要还给人家 是 所以这个收的押金 我们叫其他应付款 所以收押金的是 借库存现金 或者是银行送款 贷的是其他应付款 注意 是其他应付款 你一定要想明白了 为什么叫相应收 或者相应付 想明白了 就是我收的押金 以后是要还的 那就寄入到其他应付啊 我如果支付给别人的押金 以后是要收回来的 所以叫其他应收 这一点你别搞错了 你突然说老师 他万一不还怎么办呢 我一包装物给我弄坏了 我押金也不用退了 对吧 押金不用退了 那你其他应付款 你转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了 现在是正常情况下 人家都是应该把包装物还给你 你应该把押金退还人家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收押金时 直接寄不到收入了 那肯定不行啊 你收入还没有实现呢 所以带的是其他应付款 比如说我欠人家钱了 然后退还押金时 分出去反过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到期了 他把包装物还给我了 我把押金还给他了 那其他应付款减少了 银行通款或库存现金减少了 那借其他应付款 带的是库存现金就行了 好下一个 既然是出租包装物 那他会有一个租金收入啊 那租金收入怎么确认啊 首先确定 我们要寄不到其他一业务收入 对吧 如果钱收了 那就是借银行通款 带其他一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增值税 销项税额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这个钱没收 那借哪 注意啊 应收未收到租金 我们要寄入到其他应收款 而不是寄入到应收账款 千万注意啊 叫租赞应收款 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在讲 租赞应收款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说过了 租赞应收款包含了内容 一个是应收的赔款 赔偿款 还有就是应收的包装物的租金 对吧 就这个租金你还没有给我的时候 我确实一项资产 我寄入到其他应收款 而不能寄入到应收账款 下一个是出租包装物的摊销费 那就是我出租这个包装物啊 我会取得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对应肯定是有成本啊 这个成本就相当于 对方使用这个包装物发生的损耗 这种损耗呢 对包装物来说 这叫摊销 所以这个摊销额 我们寄入到其他一业务成本 所以方主持 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周转材料 包装物又来一个名气了 叫包装物摊销 那么如果是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还是一样的 这个是实际成本 而这个呢 就是计划成本 好下一个 如果出租的包装物 发生了修理费用了 就这包装物有问题了 那我帮人家修一修 那我发生了相关的修理费用了 这时候呢 也寄入到其他业务成本 也就是为了取得 这个其他业务收入 所发生的成本 包括了弹销费用 包括了维修费用 那都寄入到其他业务成本 然后带吧 就根据啊 发生的成本不一样 寄入不同科目了 直接支付现金 会影响从款 带估计现金会影响从款 如果又用了我们的材料了 带员材料 如果支付了人工费了 那带的是应付职务薪酬就行了 这是出租的问题 好 再看出借 出借和出租啊 其实差不多 但是呢 他没收钱 所以他没有租金收入 对吧 好 出借时 出借时和出租时是一样的 我都得反映 我库存的包装物有多少 哪些出租了 哪些出借了 出租了 我就把库存包装物 是不是转到了出租包装物了 那现在出借了 怎么办 我就把库存包装物 转到了出借包装物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 收取押金 和前面的一样的 我收的押金以后是要还的 所以我还是记录到其他应付款 那帆路是 借库存钱借货 影响从款 代其他应付款 那退还押金时 就做相反帆路了 这个收取押金 以及退还押金 和前面出租 是一模一样的 好 下一个 也会有出借包装物的 弹销费用 这个弹销费用 我们如果是出租的话 我记不到哪 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确认其他业务收入了 它得有成本 那么弹销额 以及修理费用 我就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 但现在问题是 我借给别人有收入吗 没有收入 没有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你发生的成本 就不能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 因为收入和成本对应的 你有收入 它有成本 是不是 你没有这些其他业务收入 你就不能去确认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发生的这些贪销费用 或者修理费用 我们得记不到销售费用 这个前面说过了吧 出租是取得其他业务收入了 所以对应的成本 包括了弹销费用 包括了修理费用 我们都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它要和其他业务收入对应起来 但出现呢 没收钱 没确认收入啊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成本 以及维修费用 都记不到销售费用 就行了 计算题 甲公司是一般大事人 对包装物采用实际成本核算 本公司呢 本月呢 甲公司将成本为 1万元的包装物出租给义公司 约定每月租金800 出租时 甲公司向义公司收取了 第一个月的租金800 和押金2万中银行 这是出租 出租的话 第一 我要把库存包装物 先转成出租包装物 对吧 第二 收押金了 这个押金 记不到其他应付款 收了租金了 我就要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然后呢 然后还有包装物的摊销额 我要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 好了 看答案 出库时 将库存包装物 转成出租包装物 那么证明我们这些包装物 正在出租 第二是收取押金 记不到其他人付款 收取租金 借银行通账800 贷钱又收入800 那这个题目呢 它并没有说 我们这个包装物 具体是怎么摊销的 所以 既然不知道怎么摊销的 我就不知道 我每个月 摊销费用是多少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就没有做 那个摊销的分路 那如果题目改一改啊 成本是 一万 假设每个月摊销 500 也就是说 月租金800 每月应摊销额是500 这个时候 这个500 我要记哪 确认 其他业务收入了 那我就得啊 记不到 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就写一个 借 其他业务成本 500 带的是啊 包装物摊销 500就可以了 这个题目没说 具体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摊销 所以你就不用管它了 多选题 企业领用包装物 可能记不到的科目 有哪些 用于不同的用途 我们记不到的科目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出租的 或者是单独计价的 这些是确认收入了 所以包装物成本 我们要记不到 其他业务成本 如果是不单独计价的 或者是出借的 没确认收入的 那这个成本 我们就记不到 销售费用 还有 直接构成产品实体了 就用于产品生产了 这些呢 我们就记不到生产成本 就行了 有没有财务费用 没有 财务费用和包装物没关系啊 因为财务费用 是企业在筹资过程发生的 那么例如 我们的筹资的手续费 利息 汇滞损损益 还有前面我们讲 应收票据时 讲过一个贴线的问题 对吧 把票据贴线给银行了 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借放的财务费用 下一题 下列各项中 企业确认随同商品出售 且单独计价的包装物的收入 应代计的会计科目是什么 这是随同商品出售 且单独计价了 那这样的话 我肯定是要确认收入啊 而出售包装物的收入 我是即主营业务收入 还是其他业务收入 还是营业外收入啊 应该是其他业务收入 答案选C 下一题 企业确认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实际成本积哪 不单独计价 说明我们没有确认收入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成本 直接进入到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借销售费用 再的是啊 主板材料 包装物 所以答案选择C 好 再来一个 2020年7月1日 某企销售商品 领用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的计划成本 6万 材料成本差异率呢 是负5% 关于该包装物快据处理 这些事 这是不单独计价 所以啊 这个包装物的实际成本 我们应该是寄不到销售费用 还是寄不到其他业务成本啊 应该寄销售费用 没确认收入 寄销售费用 确认其他业务收入了 那么就寄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我们看 A和B 寄入到销售费用了 而C和D 是寄其他业务成本了 所以肯定是不对的 那就是A B里面选吧 那么另外的 材料成本差异率呢 是负5% 说明 整体上 这些包装物 是节约的 那么节约 入库时 发生的 节约差异 我们是在代方的 而出库时 或者 发出时 转出级别差异 就在借方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材料成本差异 肯定是在借方的 不可能在代方 所以很明显 跟这个判断 我们选B咯 你数字连算都不用算 你要非要算也可以啊 因为是 节约了 所以我们的实际成本 一定就是 比计划成本要小 对吧 所以进入到 销售费用金额 一定要比6万小 那用这种方法 也能判断出来 选B啊 你实在 现在没事干 非要算 才来成本差异 那没关系啊 6万 乘以 负5% 这是不是就是 那个差异啊 那如果我要算一下 实际成本呢 那就是6万 乘以 1减5% 就行了 就这个57 答案选择B 多全题 下列各项中 关于包装物的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有 A 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按实际成本 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对不对啊 不对 没收钱 也没确认收入 那就记录到销售费用 B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应该记录到销售费用啊 那正好反了 单独计价 我们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不单独计价 我们才记录到销售费用 C 生产产品领域的包装物 按实际成本 记录到施展成本 这个对了 D 出租的包装物 发生的修理费用 按实际支出 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对了吧 出租的 肯定是确认其他业务收入了 所以 发生的修理费用 以及包装物的摊销额 我们都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D也对 那答案呢 选择C和D 好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 叫低值一号品 第一个问题 低值一号品的内容 作为存货核酸管理的 低值一号品 一般分为 一般工具 专运工具 替换设备 管理用具 劳动保护用品 还有其他用具等等 比如说我们的锤子 这些是属于啊 这种一般工具 或者用工具 那么还有呢 我们原公司使用那些 手套啊 防护服啊 像这些 属于这么劳动保护用品 对吧 都属于低值一号品 那么第二问题 低值一号品的账户处理 它的核算呢 和这个原材料啊 还有这个前面的包装物 差不多 我们都得设置一个 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科目进行核算 那么当然 它也可能用计划成本核算 用计划成本核算 就和前面的包装物是一样的了 和原材料也是一样的 所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原材料那边汇了 后面按照一样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呢 对于低值一号品的摊销 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一次摊销法 一个是分次摊销法 那么摊销时呢 我们寄不到费用 要么是寄不到制造费用 要么寄不到管理费用 或者销售费用 一般情况下是为了生产 或者维修使用的 也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寄不到制造费用的 好了 那么一次摊销法 和分次摊销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张图 假设有一批工作服 成本是800 能使用四次 就用了四次 工作服就不能用了 那么如果是一次摊销法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把成本800 一次摊入到制造费用里面 就可以了 就后面第二次用 第三次用 第四次用 不管它 就不摊了 那么如果是分次摊销法 因为能用四次 所以其实呢 我每一次用 就是分摊了一部分的费用 对吧 所以啊 我应该是把这800 在这四次当中 进行平均分摊 所以每零用一次 用一次 我就分摊200 用一次分摊200 那么这样的话 我其实把整个的800 在这四次里面 平均分摊了 这个呢 我们就叫分次摊销法 这个好理解吧 那么很明显啊 这种分次摊销法 是比较符合全能放松制的 对吧 你工作服务呢 一共18百块钱 你第一次用了 全摊了 后面也用啊 你后面也用了 后面不也应该承担费用吗 那你没有 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全摊了 所以呢 它不太适合 就不太符合 我们那个全能放松制 但是呢 如果企业呢 它的金额比较小 别说就是200块钱 100块钱 金额太小了 为了避免麻烦 干脆就用一次摊销法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其实就体现了 我们那个信息 这样一个球里面的 那个重要性 因为金额比较小 不太重要 一次摊就行了 就简化处理 那如果金额比较大 那我们就用分次摊 这样更能符合全的房仲制 那先看第一个 一次摊销法 金额较小的 可以在领用时 进入到成本费用 以简化合算 但为了加强失误管理 应当在备查 不上金额登记 也就是说 这个第一号品 我可能用好几次 刚才我说了 可能会用四次 可能会用五次 还可能会用十次 对吧 但是我不管你用几次 只要是第一次用了 我就一次性 全部进入到成本费用 后面再用就不管了 你用多少次 跟我没关系了 我账上不做了 那么看账户处理 购入时 借周转材料 滴滴号品 带的是银行从网等等 这是买的时候 有增生税的话 那还有计划税格 那么如果还是计划成本 一样的 这个是计划成本 别的都是实义成本 就和那个购买包装物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我只写了一个 基本分路 就这里面还可能会有 计划税额 还可能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么就可能存在 材料成本差异的问题 那领用时 领用时其实就是发出时了 发出时我们还是把这 寄不到费用 借制造费用等 带的是周转材料 你看发出原材料 我们怎么做的 是不是借各种费用 带原材料 发出包装物怎么做的 借各种费用 带的是周转材料 包装物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发出这些材料时 不管是发出原材料也好 发出周转材料也好 分路一笔 一样的 都是模式都一样的 借什么什么费用 带什么什么存货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这一类分路 你可以把它放一起来看 你只要能把它放 把这一类能分好了 你会发现 这一类分路 其实它的模式都是一样的 再比如说我们买东西 你买原材料也好 买库存商品也好 买固定资产 买物件资产也好 它的分路模式也是一样的 都是借什么什么资产 应将税费增入税 将税罗 带的是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等等 对吧 像勾入这些分路 它的模式也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把勾入这些分路 放一起 一块来记 就很好记了 好了这是 一次弹销法 就是第一次零用 我就全部记录到 直接费用 至于后面用不用 那就不管了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再看第二个 分次弹销法 分次呢 它是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弹一点 第二次用弹一点 第三次用再弹一点 假设能用十次 那就是把总的成本 在十次内进行平均分担 所以呢 我们学士的科目就比较多了 再用再酷弹销 再酷就是在仓库里面的 再用就是 已经开始用了 叫再用 所以如果 我已经去仓库里面 领用这些 滴滴号品了 那就要把再酷 转成再用 还有后面 我用一次 就要贪一部分 到费用里面去 是不是借什么费用 带的是啊 注册材料 对吧 这时候我们就用 贪销这个民企科目 就可以了 所以会用到三个民企科目 除了这三个民企科目之外 我们还有这些 什么什么费用 比如说制造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这是谈销时 我们进入它的费用科目 那么它的这样处理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也是分两种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 其实和前面原材料是一样的啊 先看实际成本 那么第一次用的时候 原来在仓库里面 对吧 叫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再酷 这个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再用 那么领用时 我就把仓库 把它从仓库里面 是不是给拿出来了 所以要把载库 转成 再用 这和前面我们讲 那个包装物的出租出借 是一样的 本来在仓库里面 我们叫载库 对吧 周转材料 包装物 再酷 如果出租了 那就从载库 转成 出租包装物 如果是出借了 那就从载库 包装物 转成什么 转成出借包装物 是不是 这到底是一样的 低值一号品 如果开始用了 那就从载库 转成再用 就可以了 另外呢 假设能用五次 那每一次 我们都得贪一部分费用 是不是 你第一次用 也得贪 所以第一次零用时 第一步 就先把载库 转贷用 然后 还要去贪销一部分费用 所以涉及到 贪销和费用 就某某费用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这样两个科目 然后第二次用 第三次用 以及后面 每次使用 我们都这样做 借某某费用 带 猪软材料 低低号品 贪销 就行了 直到最后一次 五次用完了 最后一次 也是这么贪 贪完五次之后 你注意 这时候呢 再酷 有余额 没关系 仓库里面 有低低号品 有余额 没有关系 就说明我们仓库里面 还有没有用的 低低号品 这没关系 但是再用呢 再用 它应该没有余额了 为什么 你全部用完了 比如说你零达印纸 能用五次 你五次全用完了 达印纸没有了 所以再用 它不应该有余额 另外 贪销有没有余额 也不应该有余额呀 因为我们只要是 把达印纸领出来了 全用完了 剩余达印纸 都在仓库里面 还没有用呢 所以领出来之后 设计的这些 什么再用啊 摊销 它应该都没有余额 但现在问题是 在账上 它们有没有余额 有啊 再用 是有余额的 这些摊销 每次摊一部分 都有余额 而正好 再用的余额 和摊销余额 两者相等 所以当最后一次领用时 我们还得把 再用和摊销 相互对冲 让它们最终呢 没有余额 这是整个呢 分次摊销法下 它的账户处理 原则 好了 看翻路 勾入时 借 再库 再银行同款 领用时 把再库 转 再用 第一次领用时 我们要摊销 借 费用 带的是 摊销 每次领用时 我们都这样摊 比如你用了五次 那就是摊五次 好了 摊完之后 我们假设啊 这一共是一万块钱 这个是一万 这个是一万 然后每次摊 每次都有一个 两千元 两千 能用五次吗 是不是 领用了五次 所以每次摊两千 你用时一万块钱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的摊销的余额 是一万块钱 它的余额是在 贷方的 对不对 一万 而这边呢 还有一个借方的 再用 有一个一万 现在是 他们两个 你不能有余额 因为我们全用完了 剩余的滴滴号品 在仓库里面没有用 所以我要把他们两个 再对冲 怎么对冲啊 原来 再用不是在借方吗 现在放了贷方来 原来摊销 余额不是在贷方吗 现在放到借方来 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呢 要把他们两个 对冲叫 借 摊销 贷 再用 就可以了 所以你只有原则 反正就是 我这个东西啊 用完了 用完了这个再用啊 摊销啊 是没有余额了 但现在张上记录 它是有余额的 那怎么办 把余额冲掉就可以了 再用原来 余额在借方 那放贷方冲 摊销原来余额在贷方 我现在放借方冲 就行了 好了 其实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 如果购入时 涉及增值税 那需要考虑啊 买的时候 是不是要记录到 金融税额 就金融税额可不可以抵扣 那如果采用 计划成本法 就按照 和原材料 一样的方法 来处理就可以了 比如说购入时 这个是计划成本 这个是实际成本 有差额的 还是记录到 材料成本差异 然后领用时 这些都是计划成本 没关系 摊销时 这个是计划成本 这个是实际成本 对吧 我前面说过了 对谁用计划成本 核算 那这个谁 他就用计划成本 别的都是实际成本 我现在既然是对 周转材料 用计划成本 核算 那么像这个 周转材料 这个 都是计划成本 而这个银行存款 还有制造费 这些 我才用实际成本 有差额 你就记录到 材料成本差异 就行了 没问题吧 就算题 假公司的 基本上车间 领用专用工具一批 实际成本是10万 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采用分次摊销法 进行摊销 那么该工具的 估计使用次数 是4次 那这个怎么去处理 我们先看 基本的原则 第一次领用时 首先我得把 滴滴一号饼的 在库 是不是转成 在用 原来在 仓库里面没有用 开始用了 那就从在库 转成在用了 对吧 另外一共是 10万块钱 能用4次 所以每次用 我都得摊销掉 2万5 对吧 用一次 摊2万5 用一次摊2万5 那么第一次用 我也得摊2万5 所以摊的时候 直接把它 摊入到 费用就可以 那车间用的 摊入到制造费用 应该是借费用 借制造费用 大概是 摊销 好 第二次 借费用 在摊销 第三次 借费用 在摊销 到最后一次了 还是再做一个 借费用 代摊销 对吧 这是第四次 然后 第四次 是最后一次了 我得保证 这些再用啊 摊销啊 没有余额 所以 所以 我得把 摊销和再用 再对冲掉 就可以了 所以 每一次用的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分路 应该知道了吧 第一次 做两个 再库转再用 然后再摊销 二三次 直接就是 摊销的分路 最后一次 第四次 一方面要摊销 另外一方面 还要把所有的摊销 和再用 对冲 看分路 第一次是 借 再用 代代库 十万 同时 这是第一次用 所以要摊销掉 它的四分之一 一共能用四次 我第一次用 摊四分之一 借 制造费用两万五 代摊销 零万五 那么第二次 第三次 只要用了 零用了 就摊四分之一 借制造费用两万五 代摊销 零万五 那么现在 整个再用的 再用的金额 是十万 然后 摊销的余额多少 这个是在借房的 摊销呢 代方有一个 零万五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这是两次 两次的话 是两个零万五 所以合起来 应该是三个零万五了 七万五 对吧 然后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我还要再摊一次 用一次摊一次 这边呢 又有个摊销额 零万五 所以现在 总的摊销 它的余额 是在代方 有一个十万 那总的再用 在借方 有十万 最后 他们用完了 这个DG号品 用完了 没有了 所以再用摊销 就没有余额了 要对冲掉 那就把 再用和摊销 对冲就可以了 原来再用在借房 现在放代方 原来在 摊销是在 代方 现在放借房 就行了 这就是分次摊销法 那么如果计划成本 就是只要是一道 周转材料 其他科目了 就除了周转材料之外 别的科目了 那他就用实际的 他就用计划的 有差额 就记不到材料成本差异 就行了 好了 大家看第三个问题 计划成本法下 DG号品的账用处理 那么在计划成本法下 只要是周转材料 我们就用计划成本 而这时候呢 周转材料 DG号品它有三个名气 一个是在库 还有在用 还有弹销 是不是 所以对他们三个 我们都是用计划成本核算 而对于这个制造费用 而这个呢 我们就用实际成本了 明白了吧 好了 看具体账户处理 购入时 我是借周转材料 DG号品 在库 带的是银行通款 那这个时候呢 在库是计划成本 银行通款是实际成本 对吧 中间有差额怎么办 中间有差额 就记不到材料成本 差异嘛 然后呢 下一步领用时 第一次领用 把带库 转带用 带库 带用都属于 周转材料的名气呀 所以他们都是计划 这个地方 不产生差异 而领用一次 用一次 我就要贪一次 所以啊 我还得啊 把贪销额 记录到费用 借费用 带贪销 这个时候 涉及到贪销 它是中间材料的名气 它用计划 而费用呢 用实际的 那么包括 第二次贪销 第三次贪销 以及后面 第二次贪销 只要是贪销了 那么这个费用 都是实际的 贪销 这个名气 都是计划的 那么最后 对冲时 对冲时 是把贪销 和再用对冲啊 它们两个 都是计划材料的 都是用计划成本 核算的 所以对冲时 还是计划的 那么在一开始 购入时 产生的 贪销成本差异 什么时候 转出啊 什么时候 基本叫 其实就是 每一次零用时 不是贪销了吗 贪销到废话里面去了吗 每一次 贪销时 计划和实际差额 不一致 其实 就是对入库时 产生的 贪销成本差异的 分摊额 或者摊销额 计算题 假设 假公司 对低低耗品 采用计划成本核算 某月 基本市场车间 领用专用工具一批 实际成本 十万一千 计划成本十万 请问这是超支结议啊 计划十万 实际是十万一千 所以是一个 超支了 不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 那么采用分次参销法 新参销 估计使用四次 财量成本差异率是1% 已经告诉我们差异率了 有这个题目呢 它不涉及买的少 我们买的时候是借债库 然后带的是洋葱款 对吧 这个时候应该是产生差异了 它只是让我们说 发出时 截转差异的分数怎么写 所以它直接告诉我们了 差异率是1%的 也就是说 十万的计划成本 承担的差异 应该是一千 所以实际成本就是 一千 加上十万 是不是就是这个 其实它不告诉我们 自己能算 对不对 因为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差额 不就是总的差异吗 总的差异出于总的计划成本 不就是差异率吗 所以1% 没告诉你 你也能算出来 好了 看看翻路 第一次利用时 把带库转带用 他们都是周转材料 所以是计划成本 十万 那么接着 第一次用了 我就要摊销 它的专门价值 摊销三分之一 对不对 能用四次 那么翻路时 借这套费用 再转材料 摊销 这个摊销是 只转材料的名气 所以它也是用计划 那么总的计划是十万 所以每次谈两万五 但是制造费用应该是实际的 实际怎么算 那就是两万五乘以一加差异率 等于二五二五零 这是制造费用金额 差额寄不到 财务成本差异就可以了 这个财务成本差异 肯定是在待放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超支额 超支了 产生时我们是在借房 转出时我们是在待放了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一样的 都是制造费用是实际成本 它是计划成本 差额寄不到财务成本差异就行了 第四次呢 我们还是要做两个事 一个是摊销 借制造费用二五五五零 实际成本 摊销计划成本 差额寄不到财务成本 同时我们还要把摊销和债用 对冲 那总的摊销额 在待放 合计起来 应用是十万 用摊了四次啊 每次两万五 所以应用十万 那么对冲时放到借房来 而再用呢 原来是在借房 是计划成本十万 所以这边放到待放来 就可以了 这个不难吧 只要你记住了基本原理了 那我相信啊 不管是原材料也好 还是低低低号品 还是包容也好 其实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多选题 下列个项中 企业应通过周转材料 科目合算是 A 购入的用于出租出借的保重物 是不是 是 B 为维修设备采购的 价值较低的 专用工具 价值较低 是专用工具 这是不是 周转材料 是 属于低低号品 C 为行政管理部门购买的 低低号品 那肯定也是了 D 再建工程购入的专项材料 那么这些专项材料的成本 应该记录到再建工程的成本 而再建工程是固定资产的前身 就是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它又叫再建工程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它又叫固定资产 所以这些材料的成本 最终记录到了固定资产的成本 它不叫 它不叫周转材料 应该是属于固定资产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D肯定错了 答案是ABC 好 下一题 关于周转材料的快处理 表述正确的有 A 多次使用的低低号品 应根据使用次数分次谈销正确 B 低低号品金额较小的可在领用时 一次记录什么费用 可不可以啊 金额比较小的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就用一次谈销法就可以了 所以B正确 那随同上本出售 随同上本出售 初届的包装物谈销额即管理费用 先确定啊 初届的包装物 我也没收钱 没收钱 也就是说没有确认收入 那没确认收入 我应该作为销售过程方式的相关费用 那记录到销售费用 它即管理肯定是不对咯 D 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即价的包装物 那取得收入呢 我们记录到其他业务收入 而包装物的成本或谈销额 我们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这个记录到其他业务收入 对了啊 那答案是A B和D 好了再看一下这一讲的联系题 企业销售产品 领用单独即价包装物的成本 应记录到销售费用 这地方我再强调一遍啊 考试当中对包装物的核算 考核经常就和这一块 就是不同情况下 我们领用的包装物到底记到哪 主要就是三类 第一是构成产品了 那就记录到市场成本 第二是不确认收入的 那就记录到销售费用 第三类就是确认收入了 那就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什么情况下确认收入啊 一个是出租的 一个是单独计价的 对吧 什么情况下不确认收入啊 一个是不单独计价的 一个是出借的 这个比较好理解 一定要记住 下一题 下一类关于包装物的账物处理 说法正确的有 收取的押金 还有应收的租金 这个呢我前面特别请到过啊 对于这个其他业务收款 其他业务负款 我们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一定要重点注意 尤其是押金和租金 还有出租包入的摊销费用 出借包入的摊销费用 这个其实和上一题呢 考核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是讲了 这段材料 包括了包装物和滴滴耗品 那么包装物呢 我们的考核重点 那么主要就是 刚才所说的 不同情况下 我所领域的包装物 到底记不到什么地方 分成了三大类情况 而对于滴滴耗品呢 主要就是分次摊销法 那么怎么样 这样处理 这可能和我们前面学的 不太一样 因为它多了一个 对冲过程 对吧 原因为什么对冲 就因为 那我用完了这些 滴滴耗品了 用完了 那我再用摊销 应该是没有余额了 那没有余额了 前面有账上 我没有余额的 那我就得把这些余额 给对冲掉 当然再酷 你不要对冲啊 因为本身 我们如果买了很多 这个DG耗品 放在仓库里面 我用的时候 拿一点出来 用的时候拿一点出来 那没用的 是不是都在 在库里面 所以在库 它是有余额的 而在用 等用完了 它就没有余额了 所以你要把在用 和摊销对冲 那怎么对冲 原来在用是在借房的 所以对冲时 放贷房来 原来摊销是在贷房的 对冲时 你放了借房来 就可以了 总金额 一定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还讲了 不管是包装物也好 还是DG耗品也好 那么在计划程度下 怎么处理 这个处理方式呢 就和我们前面 原材料 那个计划程度法 这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过在购入时 我们原材料呢 有一个专门的科目 叫材料采购 对吧 多了这样一个 入库的过程 借原材料 再采购采购 然后差额 记不住到 材料什么差异 而对于包装物呢 或者DG耗品 在购入时 我们就没有一个 专门的科目 还要记材料采购啊 代记转材料没有 买的时候 直接是借周转材料 这就是计划成本 应交数费增入计划税额 这就是按实际买价 算出来的计划税额 或者发票上 载明的计划税额 然后代方 你养存款 是我实际花的钱 和计划成本没有关系 有差额 再进入到材料成本差异 就可以了 就这一点 你特别注意啊 不要把分路的金额 写错了 好了 我们这一讲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